来看到全球现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明两天对于越南进行国师访问 而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林表示 看好中越双方的合作 中越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两国都有意愿进一步的拓展 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 外界着眼于观察 习近平访问越南 在于越南才刚跟美国提升的战略伙伴关系 大陆驻越南大使雄坡表示 中越双方将会亲属多份的合作协议 而中方愿意为越南农产品开放大门 另外北京准备协助提升 连接中越两国的铁路 而大陆准备要协助越南更新连接 广西到河内的铁路 加快发展两国之间的交通路线 菲律宾和中国 10号在南海发生了海上的碰撞 马列纳当局更是 星期一释出了影片 指控大陆海警船刻意的改变航道 冲撞飞国的船只 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 则得批评中方的动作危险 但是中国方面也指控 菲律宾船只无视于中方多次的严厉警告 双方是各说各话 而紧张的关系也再度的加深 两艘船越来越靠近 一不小心就撞在一起 也就是这样中国跟菲律宾冲突在一起 菲国当局公布当时的冲突影片 大陆海警船发射强力水柱 对此菲律宾总统小马克 是批评中国船只动作危险 这样的行为是公然违反国际法 双方冲突越演越烈 菲国也召开记者会应对 菲律宾官员表情严肃 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所谓的海上执法演习 是侵犯了菲律宾在黄岩岛的主权和管辖权 不过双方各执一词 菲方游艇与我海警执法艇发生刮蹭 是菲方蓄意碰瓷造成的 责任完全在菲方 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行径 严格管束一线挑衅举动 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海警则表示菲律宾的船只没有经过中国政府批准 就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 甚至无视中方多次警告 故意冲撞中国的船艇 最后发生刮伤 而这起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 中国船只这两天使用高压水柱 包括强行碰撞等鲁莽行径 已经对前往这些地点执行官方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 造成损害 也危及菲律宾船员的安全 这次双方的海上冲突 也让原本关系就不太麻吉的菲律宾和中国 关系更加恶化 记者陈杰宇报导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今天访问美国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 希望凸显美国坚定支持 乌国人民保卫国家 对抗俄罗斯 而根据了美国的媒体 政治网站的分析 因为紧急援助乌克兰法案 目前是在美国国会卡关 拜登会顾泽伦斯基 是白宫借此向国会施压的最新招数 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 观察到其他国家的国家 能够遇到 活着或是被拒绝 乌克兰人们没有放下 而不会放下 我们知道什么要做 你能够计划乌克兰 参议院发表演说 不过目前参议院今年疫情 只剩下一周 加码园乌法案 在上周已经遭到了 共和党挡下 如果想要在今年过关 泽伦斯基演说 能不能说服美国参议员 至关重要 而根据了外媒的报道 以色列在今年10月 攻击黎巴嫩南部的时候 使用了美国制的白磷蛋 引发了美国政府的关切 白磷蛋是一种致命的化学可燃物 燃烧时会产生 摄氏815度C的高温 对人体造成致命的烧伤 而伤害深可见顾 根据了战争法规 白磷蛋只用于 在照明或者在制造烟雾时 来掩盖新作用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尽力 homogeneous �恶性细胞 请不吝点赞 尽力嶽 团队 inizaw